《一話一事件》新聞看時間 大家好 我是周嚴 為抗疫政府提高燃油稅 不少法國民眾穿上螢光黃背心 發動全國性的抗爭 叫做黃背心運動 運動發展至今變得越來越暴力 成為法國50年來最嚴重的騷亂 巴黎街頭煙霧弥漫 火光衝天已經分不清楚 哪些是示威者 哪些是警察 示威者連續三個星期走上街頭 幾個巴黎的地標和高級購物區 甚至淪為緊鳴衝突的戰場 幾千名防暴警察和示威者 發生激烈的衝突 400多人被捕 100多人受傷 這場運動由本來抗疫政府 調高燃油稅的示威 演變成激烈的反政府行動 凱宣門前的這一幕 讓人不僅感嘆 浪漫之都巴黎蒙上了陰影 大約3.6萬名身穿著黃背心的示威者 走上巴黎市中心示威 不少人高喊著要求 馬克龍下台的口號 示威者縱火燒車焚燒路障 和警察發生衝突 巴黎街頭一片狼藉 法國總統馬克龍 從G20峰會剛回到巴黎 就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他希望和示威者對話 這張圖片攝影師的鏡頭 對準的是一個女示威者 她只露出了眼睛 到底這次的示威 都是由哪些人參加的呢 走上街的示威者 來自四面八方 包括穿黃背心的憤怒民眾 激進的煽動者 還有不少涉及違法的年輕人 他們不一定是激進的政治運動家 也不一定是街頭暴力的老手 但是當中的部分人 已經準備好訴諸暴力抗議政府 許多黃背心示威者說 他們破壞了抗議的初衷 這是法國總統馬克龍 在凱旋門附近視察 黃背心運動本身是抗議政府 調高燃油稅的示威 後來演變成激烈的反政府行動 甚至蔓延到了鄰國比利時 法國有不少聲音要求實施緊急狀態 但是馬克龍表示 在內閣緊急會議後 決定暫時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警方證實 除了黃背心示威者之外 還有許多有經驗的抗議者 包括極左派和極右派人士 兩邊都準備好了和警察衝突 這些人懂得如何和警方對抗 好像知道如何燒車 和躲避警方的催淚彈 這場騷亂考驗著 馬克龍的政治智慧 以上是今天 今日視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見